家里这个位置千万不要随意乱放玩偶 否则老公很容易出轨 一定要慎重 按赞关注老师 看看你们家有没有踩雷 最近有一个香港的园主过来找我 说今年年初老公出轨了 而让他最气愤的是这个小三 不管长相还是气质都不如他 他就很纳闷 但这两个人怎么就年年糊糊一直到现在呢 已经到了抛弃妻子的程度 我当时就问他 你们的房子是不是发生过一些大的变化 他反馈说确实有去年装修过 我问那你老公出轨是不是在装修之后 他说对就是在装修后 我说这么一看 大概率是这个环境磁场能量出了问题 我接着问他 房子的西北方向是不是放了一些花呀玩偶啊 一些花了护哨的东西 他反馈说有 于是这就都对上了 俗话说 福禄受洗财全从西北来 这个房子的西北为前卫对应男主人 西北未有花 男主人开花 家里的西北未放一些花和玩偶 这些花里护哨的东西 老公不出轨才怪 听了我的话呀 他赶忙让我帮忙调整一下风水布局 就在调整之后的几个月 过来找到我反馈 说老公最近都是下班就回家 给他做饭 买礼物 带他出去旅游 表现很好 要知道 房子是我们的固定居所 它的能量和磁场 会日日夜夜影响着居住的人 尤其是那些有缺陷的 不当的摆设的方位 对我们的影响一定是持续而且加强 所以千万不要随意胡乱摆放 否则会影响夫妻间的感情和身体健康 如果你对以上所说还有些困惑 可以后台私讯老师 我来帮助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